2月6号下午4点多 在永广高速向山收费站附近 一辆小车是突然停在了分流岛上 而且足足停了90秒钟 司机究竟在干嘛呢 一起来看 司机罗姆在高速上围停加实现变道 结果造成了后方来车翻车 后果严重 罗姆说他本来是要去宁波的 在快到向山收费站时呢 突然想起来 好像向山还有什么事要办 于是呢 就停在了主线与下车道的分流岛上 90秒的时间里是犹犹豫豫 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去宁波 就在他直接违法实现变道的时候 事故发生了 最终罗姆接受了交警的处罚 也再次提醒大家 高速上安全出行 请牢记 出口早准备 实现静变道